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常常可以见到一位老人家坐在水泥台阶上 正正的 人们问他为什么 他说自己的妻子过世之前曾经为了养家糊口在这个地方背过水泥 现在想他就常常来坐一坐 看一看 这就是这对夫妻年轻时的模样 丈夫叫饶平如 妻子叫毛美棠 他们两人1948年结婚 相守了半个世纪 可就在即将迎来他们六十周年钻石婚的时候 病痛夺走了美棠的生命 之后有整整半年时间 老爷子每日是睡前醒后都是难过 后来他想 死是没有办法的事 但如果画下来自己的人生 那么人和记忆就都能留存了 于是他一笔一画的 从相识相爱到相别相离的日日夜夜 只要能记得起来的 他都画下来 五年时间里画了六百多幅画 后来又挑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百多幅 整理成书 就是我手中的这一本 《平如美棠》 我俩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这本书 一起去品读《平如美棠》之间 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 《平如美棠》都是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江西的比较殷实的家庭中 少年时期是无忧无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 十八岁的平如从军成为黄埔军校 第十八期的学员 后来又上战场抗日杀敌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平如美棠听从父母之命定下了终身 书上的这幅画 记录的就是当时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正要步入唐屋时 忽见西边正屋小窗正开 再一眼望去 恰见一位面容娇好年月约二十的小姐 在窗前借点天光揽静自照 左手则拿了只口红再专心涂抹 她没有看到我 我心知是她 这便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 虽是父母之命 但平如美棠一见清新 这是他们结婚时的情形 当时的照片已经被损毁了 但老先生说所有细节啊 他都记得 画得很清晰 婚后十逢乱世 曾经养尊处优的平如美棠 他们得出门谋生 虽然是家徒四壁 过得很清苦 可是他俩却过得其乐融融 1958年 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 平如远赴安徽劳教 单位啊 要美棠和他划清界限 但柔弱的美棠 此时却斩钉截铁地说 他又没有婚外情 又不是汉奸卖国贼 我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怎能跟他离婚 丈夫一走 养家的重担 全都落在了美棠的身上 为了抚养五个孩子 美棠什么活都干 书中写道 美棠自己为了补贴家用 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 甚至曾去附近 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 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啊 他一个弱女子 也是从此落下了腰伤 在最艰难的那段岁月 美棠把自己的嫁妆 一点点变卖 他本来有五对金手镯 到最后一只也未能留下 书中记下了他当时的心情 就要卖掉他的前一天晚上 他看着熟睡在身边的 女儿小红 心里觉得难受 他只能把手镯 套在小红手腕上 让他戴着镯子 睡了一晚 戴到天亮 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再艰苦的日子 也有欢愉的时候 那就是春节的相聚 每一年 平如都会尖挑手 扛着一百二十斤重的年货 回家 那是他们家 每年唯一的一次相聚啊 也是他们一生中 最难忘的幸福的时光 经过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漫长分离 一九八零年 饶平如平反 终于回到上海 一家人团聚了 此时的他俩都已经 年过半百 头发花白 虽然说 可是 饶平如却享受其中 时间到了一九九二年 美堂不幸得了严重的肾病 和糖尿病 从此啊 平如每天都是早上五点起床 给美堂梳头 洗脸 做饭 做腹部透析 每天要做四次消毒 口罩 接管 接到腹水 还要打一道 速做记录 这项严谨 而且颇具难度的工作 八十多岁的饶平如 坚持自己做了四年 从来不让人帮忙 因为 他不放心 美堂的病越来越严重 渐渐意识不清 有一天 他非说平如把孙女藏起来了 不让他见 老先生说什么他都不信 平如在书中 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我当时觉得 美堂恐怕永远也不可能 恢复他的正常思维了 他是真的糊涂了 就在那一刹那 我心里觉得 一种几十年分离 也从未有过的孤独 我不由得绝望至极 坐在地上 痛哭 八十多岁的老人 第一次觉得不知所措 嚎啕大哭 是因为 他真的觉得 他的美堂 要离他而去了 后来 美堂的老年痴呆 越来越严重 说的话转眼就忘 但是老先生 还是会尽力 去满足他的愿望 书中记录了 这么一件事 一天晚上 美堂突然说 他想吃杏花楼的 马蹄小蛋糕 家附近没有 我就骑车 去更远的地方买 赶到店里 已经很晚 幸好还能买到 马蹄蛋糕 可等我终于把蛋糕 送到他枕边时 他又不吃了 我那时 年已八十七 儿女们得知此事 无不责怪我 不该夜里骑车出去 明知其实 母亲说话已经糊涂 可我总是不能习惯 他主我做的事 我竟不能依他 偶尔清醒的时候 美堂也会握住 平如的手 嘱咐他 不要乱吃东西 盯住子女 好好照顾好爸爸 美堂的病越来越严重 后来住院治疗的时候 他动不动 就想拔掉身上救命的管子 没有办法 只好把他的手 固定在床上 平如老先生 在书中写道 离开病房 就听见美堂的喊声 莫绑我呀 莫绑我呀 文知心如刀割 美堂的病越来越严重 绝别的时刻终归来临 美堂永远地离开了平如 几年前 我曾经在节目中采访过 饶平如先生 当时他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他终身难忘的时刻 病房里面有很多医生的 护士跟他抢救 他忽然看见我了 我知道他看见我了 他眼睛红了 流出了一滴眼泪 知道之后呢 我怎么办呢 我忽然想起 叫女儿拿把剪刀来 女儿拿把剪刀来 我就在头发 后面头发上 剪了一滴头发 把风采摆着 这就是他 唯一留在世界上的东西 放在家里 把美堂的头发留下来 做一个纪念 在这本书的最后 饶平如先生 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海并不深 怀念一个人 比海还要深 这就是 平如和美堂 他们患难与共 相守 整整半个世纪的 不离不弃的爱情 感谢您和我们一起共读 平如美堂 我们的故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再次回到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